1991年1月海湾战争爆发 伊拉克的飞猫腿导弹开始成小的攻击以色列的主要城镇 导致这里生灵涂弹死伤无数 为了减少人员伤亡 美国军队开始有策划的空袭伊拉克导弹基地 但是有一部分移动式飞猫腿导弹还是无法有效摧毁 关键时刻英国出手了 他们排出了8名作战经验的A4A4老兵 准备适应透伊拉克境内 寻找并摧毁令空军无法轰炸的机动式飞猫腿导弹基地 并破坏掉所有通信光栏 他们选了很久 最后决定空降到距叙利亚178公里处的一个村子旁 然后徒步渗透到目的地 出发前所有人都要带足带药 挑好准星做好功课写好遗书 留下所有值钱物品 1月22日晚上 他们乘坐一架直升机开始朝目的地而去 然而他们刚刚身后没多久 就遭到了导弹袭袭击 还好直升机驾驶员技术够硬 巧妙的释放诱饵 才躲过了一截 等他们空降以后 小队徒步穿越两英里 成功抵达预定观察罩 但眼前的一幕 着实让几人惊叹了一把 两枚飞帽推导弹刚刚升空 尾部的焰火照亮了周围的一切 这使小队成员不得不撤退到 更安全的地方另做打算 天亮以后 他们发现了周围的一切 是否立刻破坏眼前的小型基地 成了他们最大的难题 克里斯建议立刻向总部联系 取得上级的意见 但此时偏偏发生了一件怪事 他们的电台因为调缩频率 无法和基地取得正常联系 任务是否进行下去 成了眼前最大的难题 有人建议趁着夜色摸回降落点 试着让总部再送来一部好的电台 也有人建议立刻发起进攻 玩是直接往回跑 但做这些的前提 都是要等到天黑 不得已小队只好猫在这里 继续掩藏下去 1月24日下午晚些时候 小队附近突然出现了一只羊群 还有一个年幼的牧羊人 无意间牧羊人撞见了他们 容易试图用一块巧克力引诱他 但失败了 小男孩立刻朝着基地而去 这下完蛋了 肯定有人会问 为什么不立刻杀了他 第一 容易因为有个相同年龄的女儿 所以他无法下手 第二 一旦看枪 他们的位置就立刻暴露 到时候连短暂的撤退时间都没有 第三 如果杀死伊拉克诱饵 那他们被抓以后 连五秒钟都活不下去 行动被迫停止 按照标准操作 程序规定 在紧急情况 或没有无线电联系的情况下 小队可以使用 无密码的卫星通道 向总部取得联系 或者原路返回渗透电 直升机将每过24小时 会短暂降落在那里 等待他们一会儿 留给八个人的时间越来越少 小男孩已经找到基地 报告了他们的行踪 伊拉克军队立刻派出了坦克 前往追击 远远望去 漫天尘土飘起 轰鸣的装甲部队越来越近 小队长安迪呼喊大家准备战斗 第一次迎战 不免有些紧张 所有人都被这强大的压迫感 吓到了 突然前进的坦克 被一发火箭弹击中 懵逼的众人回头一看 才发现是瑞发起的攻击 警官的队友也发射了一枚火箭弹 直接打开了银河 中文基本上是一望无际的隔壁胎 他们连最基本的掩体都没有 伊拉克军队在装甲车的掩护下 很快顺利抵达作战区域 但很明显 这帮散经游泳 根本不是特别手机的对手 他们只能边战边退 呼叫之远 而特种小队就不一样了 他们交叉眼后 通过快速奔跑 不断接近被打退的伊拉克民兵 就这样 八个人硬生生的逼退了对方一个牌 最后还不忘给坦克送上一发手雷 看着像兔子一样逃跑的伊拉克人 队长立刻发话 带上所有背包 朝西逃亡 等天黑再行动 任凭他们个人作战能力再强 终究也不是机械化部队的对手 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 他们被迫边打边跑 最后甚至弃下所有背包 轻装前进 到了晚上 他们终于甩掉了追击 还没等缓上一口气 就立刻呼叫总部支援 但不幸的是 他们根本无法联系到总部 队长提议 要么去直升机降落点 要不徒步去叙利亚躲避追击 Rain思考了一下说 我们和直升机之间有太多的敌人 就算到了那个地方 直升机也不一定在 一旦天亮 必死无疑 不如直接去叙利亚 就这样小队又移动起来 但是他们自认为小队正在向南移动 但实际上 他们正朝西北方向的叙利亚边境挺近 距离还有170公里 这说明小队严重偏离了原有的撤退路线 逃跑途中 当地天气还骤变起来 温度下降至近30年来最低 除了武器和电台 他们基本扔掉了所有装备 就在这样恶劣的天气中 八人小队不慎走散 分成了两组 一只三人 一只五人 整整一个晚上 五个人长途跋使85公里 但并没有找到其他三人 最后只能在一个被风的小土堆旁 暂时休整 1月25日清晨 对于马克出现了严重的低温症 他们被迫拿出地图给他取暖 为了让马克活下去 他们不惜留下行踪的危险 在土堆旁点起了篝火 但这样也给追击的伊拉克军方提供了线索 到了中午 他们躲避在一处土包后面 暂时给马克治疗低温症 但这时又一个牧羊人出现了 果然人倒霉起来 喝凉水都死呀 不过他们再次放过了牧羊人 天黑以后 他们必须快速穿越剩余的70公里 不然伊拉克人还没追上他们 就已经活活冻死在这里了 无奈之下 他们假装路人打劫了一辆出租车 为了安全考虑 打晕了乘客和司机扔在了路边 驾驶着出租车前往边境 但是想悄无声息的逃离这里 根本不可能 在途经一处检查战时 他们遭遇了小股势力的阻挡 但也很快从这里顺利杀出 突破来到了右发拉底河大桥附近 桥上有大量武装人员驻守 隐藏了哨卡多达十几处 很明显这是支训练精良的部队 还没等他们商议好如何过河时 两名队员被突然发现 双方瞬间交起火来 这一次他们面临的是整支部队 在人员数量上 占有绝对的劣势 经过一番激烈的交火后 五人小队再次被打散 两人强行渡河 匆匆逃离 一人属伤失踪 剩下的队长和马克继续作战 在打完所有弹药以后 他们迅速逃离到丛林深处 但这次马克又走就了 1月2日7日 距离叙利亚边境仅剩两公里时 安迪注意到 一辆巡逻车正在缓慢驶来 他匆忙躲入小河沟的桥底下 在这里只要坚持四个小时 就能等到天黑 安迪觉得还有机会 但遗憾的是 他严重低估了伊拉克士兵的侦察能力 他们对着桥面疯狂射击 直到把安迪的战斗意志消耗殆尽 才将他从桥底拉出 随后安迪被送往附近军营 在审讯时 安迪只愿意说出名字和军衔 审讯人员一直把当成以色列人对待 最后才知道他是英国人 为了能活下去 他不惜把自己皮带里的金币贡献了出来 但紧跟着进来了一位大人物 他为了让安迪尽快招供 给他安排了一顿像样的宝材 随后又告诉他 外面正在殴打他的战友 不巧的是 有一个老父亲的孩子被他们打死了 这导致外面的民众比较激动 如果稍油不慎就会被活活打死 但尽管如此 安迪还是没有吐露出半点信息 大人物只好把他们交给秘密警察 随后被押送到巴格达以西20英里 最高安全等级的监狱里 途中两人没手挨打 甚至差点一命呜呼 到达监狱以后 审议人员一直把他们当成以色列人 一直殴打下去 尽管酷刑一直在持续 但安迪始终都有任务要完成 小队成员都非常清楚 出现意外以后 军队需要时间把损失降到最低 而且还需要做最坏的打算 假如把行动目的告诉伊拉克人 那么相关行动就要被迫取消或改变 安迪决定那个假情报来糊弄他们 假装自己是搜救队 一个飞行员被他们击落失踪了 前来营救被击落的飞行员 具体计划由长官统一指挥 他们只是具体行动人员 并不会知晓全部计划 但没想到的是 另外两个被俘的队友 也说出了相同的谎言 这让伊拉克人非常生气 接下来队员们每天都要面临一次 毒打 虐待 哭刑 安迪意识到 必须要说出点什么才行 否则无休止的虐待 只会让他和其他两人走入绝境 怎样才能让他们相信呢 在特种空军队的选拔中 最后一项测试就是抵抗审问 不间断地持续36个小时 可以说是最痛苦最煎熬的 安迪以及其他人都经历过 这方面的严格训练 抵抗没有问题 可是想要脱身那就难了 安迪只好告诉他们 我们其实是一个近距离观察团 负责侦查敌方情况 这一次主要是供给线 我们需要报告在那里发生的所有事 不巧刚到 他们就被牧羊人发现 所以必须得撤离 安迪故意省略了一些 比如流动、飞毛腿、导弹、军队等敏感关键词 他想这可能是他最后的生存机会了 除了行动任务以外 其余的基本全是真的 就看对方是否愿意相信他们 结果不可思议的一幕发生了 他们的审讯结束了 三个人也被关押在了一起 这说明安迪泄露的情报有效果 他们终于逃出了恶魔的召唤 后来没多久 大人物又来了 他带来了大马士革的消息 说一个SAS队友 徒步逃了出去 他是唯一一个和其他人穿着不一样鞋子的人 他一个人徒步穿越了180英里 安全抵达叙利亚 并且通过国际关系 向监狱里的三人喂好 还送上了一包糖 后来在英国官方狂恐烂炸的干预下 三人相继得救 本片是根据1991年 英国第22特种空心团 在伊拉克发生的真实事件改变 故事大致内容和红异行动中的马库斯差不多 都是遇见了牧羊人以后的善意举动 导致任务提前结束 不同的是在这次事件中 幸存活下来的人都出版了关于此事的书籍 可几个人记录的大量细节并不同意 后来经过调查才发现 书中的故事也就是电影中的情节 基本上都是安迪他们胡编乱造的 比如根本不是牧羊人第一个发现他们的 他们也没有书中描写的那么英勇 相比《孤独的幸存者》 马库斯的故事可信度就高了很多 可能因为他真的是孤独的幸存者吧 但不管怎么样 不能否认这是一部非常优秀的影片 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在正规渠道再看一遍 祝你们观影愉快 我是初遥 我们下期再见